國內雞蛋承認過聖誕蛋蛋價 在消費端卻沒有明顯降價 煤氣不減上升 不少新鮮雞蛋放到壞掉 蛋商指出民眾可能買到臭蛋 原因出財者 有蛋農表示因為天氣炎熱 有些蛋商會先將雞蛋冷藏後 再常溫出售 但冷鏈斷掉 恐怕導致雞蛋變質 而在冷氣調控下 賣場合裝蛋難道就比較安全嗎 由於洗選時已經洗掉雞蛋的天然薄膜 少了一層保護力 人樂交替下更容易壞掉 如果是透明的包裝 你還多多少少可能可以看得到 你看它有沒有裂掉 如果有裂掉可能破損的話 就會有污染 不然就是看它顏色有沒有變 賣場的回應過期蛋品會報廢除力 而雞蛋出現無種狀態時 代表已經變質壞掉 蛋殼呈現無灰色 蛋打開裡面呈現灰綠色 或暗灰色散發著惡臭 放太久導致蛋黃緊貼蛋殼 變成了臉殼蛋 外觀不好辨辨 它那個壞紋蛋會有一點味道 日期吧 最基本就是日期 現場的話就是敲它 民眾買蛋有自己訣竅 不過蛋黃蛋也要小心 因為它是蛋黃膜破掉 或是蛋放太久 細菌已經入侵蛋體 運出包裝時 蛋出現裂縫 細菌容易入侵 而壞掉就會有裂紋蛋 此外蛋殼上有黑板點 黴菌就是黴蛋 通通不宜食用 民眾購買時 可以從蛋殼等五種狀態觀察 以免賣到壞蛋 記者 余先生貴宣 台北採訪報導